燃料增奪戰 中石化大量購買美國天然氣每年500萬噸 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中共國企與美國天然氣供應相簽署了三份長期合約 令中國的美國天然氣進口量增加一倍多 這個消息表明 隨著天然氣價格飆升和電力短缺 北京急需依賴美國進口以解決能源危機之優 美國能源部網站上的文件顯示 由中國政府獨資控制的中石化集團 與美國出口商Venture Global 達成兩項為期20年的協議 文件中說Venture Global 將從Black Mice設施 每年向中國出口400萬噸的液化天然氣 這兩項協議預計從2023年中期開始 分階段運營 《金融時報》指出 Venture Global還透露 與中石化貿易部門聯合石化簽署了第三份協議 該協議涉及 從Venture Global的Calcasio出口設施 每年輸出100萬噸液化天然氣 預計將在今年底開始 這三份協議總和達500萬噸 是押金為止 單一中國實體最高額的天然氣合同 Venture Global拒絕回應 《金融時報》的自訂請求 根據美國能源信息處的數據 去年美國對中國的液化天然氣出口總量 僅略高於每年400萬噸 這些合約意味著 中國從美國進口天然氣的總量 將增長一倍多 路透社表示 中國今年已超過日本 成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氣賣家 一位駐北京的業界高管向路透社表示 這些交易可能於下個月 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年度進口博納會上宣布 《金融時報》指出 這些液化天然氣交易 是在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貿易 和安全關係日益緊張之下進行 這也意味著 中共當局希望穩定能源供應 最近中國的能源危機 導致一些省份必須實施 工業電力配給與居民停電 重創了中國的經濟增長 並引發了燃料供應爭奪戰 中國9月天然氣進口量 達1060萬噸 同比去年增加了23% 有報導指出 一些省份 正在考慮建設更多的天然氣發電廠 以確保冬季能源供應 10月19日 中共當局表示 由於煤炭價格持續上揚 正在考慮進行干預 以降低煤炭價格 因為高昂的煤炭價格 對一些發電廠來說 無法應付發電成本 中國的煤炭價格 因這一消息而隨之暴跌 此前 由於中共病毒大流行病的影響 加上追求能源轉型呼聲 令一些分析人士認為 美國能源出口擴張的時代 可能即將結束 然而 近幾個月來 全球天然氣價格飆升 反轉了人的預測 也為美國增加天然氣出口設施 增加了更多誘因 美國能源部7月27日報告指出 今年上半年 液化天然氣的出口量 創下新高 達每日96億立方英呎 較去年同期高出42% 能源數據分析公司 Anveris 表示 未來幾年 美國可能有5個新項目獲得批准 令美國的天然氣出口能力幾乎翻倍 Venture Global 還與波蘭的PGNIG公司 達成了每年400萬噸的長期出口供應協議 與法國的EDF公司 達成了每年100萬噸的協議 10月11日 美國天然氣生產商Chanier Energy 也宣布 它已簽署了一份為期13年的協議 向中國新澳天然氣出售天然氣 本文由大紀元記者陳婷綜合報導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為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多多付 請多多指教 點讚 請多多指教 感谢观看